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它的副话是什么?大壮卦 大壮卦也是一个消息卦,没问题 大壮卦什么时候呢?是云役的二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顿卦是云役的六月 它相对的位置是二月 大壮卦是二月 它是农历二月 那么在大壮卦里面很特别的是什么? 它并不说圆亨,它只说力争 并且大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阳谣游下往上 四个阳谣叫大壮 这是一个阳谣掌控全局的时候 那五个阳谣那不是更好吗?不行 五个阳谣的话变成什么情况? 各位想到没有? 变成五个阳谣 上面只有一个阴谣变成怪卦 而那个阴谣变成主谣为阳 主科一位 所以四比二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 五比一的话 你倒过来反而被一手控制 因为在整个卦里面 一是最少数 它是主谣 那么四比二的时候呢 大全都在四个手上 所以前面看到顿挂 各位应该知道 对不对 它虽然是四比二 四个在上 位置不对 你要往外面走了 那你看这个大壮 它四比二四个在底下 掌控全局 因为它是往上走 硬要越来越少 但是很特别的是 大壮则指叫你停止 因为大壮既然对阳谣最好 你就好停止 最好你就不要再激动 因为你一动就变成怪卦 怪卦就是我们讲折天怪 所以大壮再往上走就变怪卦 怪卦的话就真是情况不好 因为你把硬谣全部赶走 就变成钱卦了 又要从头开始 好我们看他的卦是一年 大壮理真是一阵故 我们看看他的序卦 他说 不不可中顿不受之以大壮 就是退避到一定程度呢 就需要走向大壮 杂话里面说 大壮则指 顿则退也 大壮话是羊瑶 发展到应该停止的阶段 羊瑶如果停下来的话呢 这个格局就很稳定 我们接着看他的判传 他曰大壮大者壮也 当已动过壮 大壮力争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这叫做大者正也 这个词 我在这个三个月呢 在环球企业家协会 他有个论坛 那他们请我去 我开始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就做一个半小时演讲 去的时候发现是 很多企业家在那边开会 很多这个是 局领导第一位的企业家 都上台说话 我是第一个说话 我说到最后的时候 我本来想介绍《易经》 但来不及介绍 我就讲一段 我前天晚上做的梦 我说我这个 昨天晚上是做个梦 梦到说天球经济非常不景气 人类应该怎么办 我就梦到大壮卦 这很奇怪 就梦到大壮卦 大壮则是指 要我们停止 所以我讲完儒家道家 最后讲 《易经》只用了大概三分钟 所以我做到梦到大壮卦 说明人类经济的发展 现在应该停下来思考 当然很多人说 你这是后见之明 不算明 对不对 已经经济不景气了 还需要你来讲吗 我说那没办法 我说我做到这个梦 我真的做到这个梦 我们不会编故事的 就说大壮 代表人类发展是很了不起的 都上了太空去了 然后这个科技发展 真了不起 但你如果不能停下来思考的话 怎么办呢 更重要的是 这个话有什么消息 我要说的是 底下一句话 大者正也 你要指于正道 或者你以正道来指 而不是光停止 光停止的话那不可能的 文明的进展不会停止的 只不过说 你要走上正路 当你外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要设法回来修养内在 就这么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你发展企业的时候 你再怎么发展 一定有它的一个停下来的阶段 你不能永无止境 你如果说永无止境的话 那比尔盖茨也不满意 他还要继续发 那巴菲特也要继续做 说实在 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你看巴菲特 已经很老了 那你还要说 我要自由什么 他一定要转向 在外国的这些大企业家 他有他的一些背景 他就会把他的钱 一部分拿出来做基金会 做慈善事业 他这一转的话 就变成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是在西方有它的传统 西方讲到现代化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 韦伯讲的有道理 就是Max Weber 韦伯就说了 西方可以发展现代化的社会 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社会 是因为有基督新教的伦理 那基督新教的伦理说什么呢 基督新教的新啊 就代表前面那个天主教是旧的 它是这意思 事实上呢 西方1400多年都是天主教 到1517年 马丁路德公开宣布 不当神父 跟天主教分裂 贴出95个问题 来问天主教 才出现了新教 等于是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开始 1517年 那么这个新教有什么特色 跟原来的天主教 发展到这个科尔文教派 后来演变成为美国的清教徒 立场就很明显了 什么立场呢 他认为说 上帝照顾我这个人 给我这些能力 我如果没有发挥的话呢 就是对上帝不够恭敬 所以我这一生 一定要把上帝给我的能力 全部发挥出来 那请问 这样发挥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赚钱嘛 因为在人间式的成就 就以金钱为距离衡量 我们讲的是正当的生意 对不对 我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 到最后呢 以正当的方式赚很多钱 代表我能力够啊 所以我钱赚的越多 代表我越能够荣耀上帝 赚钱之后呢 我赚钱之后 也在吃喝玩乐 沉溺在生活享受里面 又违背了圣经的教训 所以基督新教的伦理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 你尽量赚钱 第二个 你赚了钱之后 你不能花 那怎么办呢 学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这个观念 对西方人影响很大 你用之于社会 改善教育 所以西方有钱人 投资办学校办教育的太多太多了 在美国所有的私立大学 几乎都是这些人 像我在耶鲁 耶鲁大学 首先成立的是神学院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首先成立的也是神学院 神学院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都是信徒 赚了大钱之后呢 觉得说我钱也用不完 留给子孙太多的话 子孙也恐怕不上进 于是就把钱捐出来办神学院 等于是宗教的一个考虑 但是神学院办一办之后 就发现说 你光搞神学太狭隘了 很多人希望受教育是普遍的嘛 各学科都有 然后从哈佛大学 最早的神学院 所以你去 美国的大学院去看 他的神学院 都是位在最核心的位置 最老的建筑 那是先盖神学院 然后再扩展成为别的学院 最后变成完整的大学 但是反而后来 大家对神学院不太注意 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去想这些 他变成宗教界里面的训练 这边提到正大而天理之情可见以 说明这个守正而能大 所以你如果说大壮卦 叫你子 并不是说子就好了 子上面加一痕叫做正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这个雍正 他文字欲啊 就因为别人写的一句话叫 唯明所指 哎呀就杀了多少人 你写诗的时候 唯明所指 看到没有 雍正去头啊 雍正头去掉 唯明所指 有人写诗写一句这个诗 杀了 真是恐怖啊 对不对 唯明所指 一切都以老百姓来决定 看怎么做 哎 你把我雍正去头 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头被你去掉 代表你是故意隐色 现在实在太幸福了 啊 我们现在是慢慢这个改革开放 真是很 对人权的保障不一样 好 我们一起看到了大象 怎么说 相曰 雷在天上大壮 君子于非礼服吕 非礼服吕什么意思 不合礼仪的事都不要进行 在这边我们都会想到 在论语里面 他言冤请教 啊 言冤问人子曰克己服礼为人 这边也要补充说一下 里面有一些话 你非讲不合 于前面的克己服礼 一般人都把它分成两段 克制自己的欲望 富就是去实践 理就是礼仪的要求 说你看 言冤请教什么叫人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要避免只用古代的字 你把它理解为什么 言冤请教人 人是人生正途 孔子的学生每个人 很多人都问什么叫人 他们问的都是 老师 我这一生的路该怎么走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孔子回答的时候 才能阴才施教 就是你这个学生怎么走 他那个学生怎么走 你看言冤一边 言冤问人 众公问人 司马牛问人 樊池 还问了三次 所以像这些都说明 每个学生都要问 老师 我人生的路怎么走 所以孔子回答的时候 阴才施教 他回答言冤 他说 克己服礼为人 请问你如果把它翻成一般的说法 这样合不合理 不合理 因为言冤是孔子 学生里面最没有欲望 孔子可以跟任何一个学生说 你要克制欲望 不能跟言冤说克制欲望 因为言冤已经是一般是一条影 在楼下都快没命了 你还叫他克制欲望 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言冤是最好的学生 问的是最重要的概念 孔子的回答肯定是他一生思想学习的精华所在 请问孔子思想的精华 难道只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践你的规范 这不平常的话吗 这话谁不会说 哪一个人不知道说我要克制欲望去设法遵守规范呢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在希腊雅典戴尔菲神殿上就克两句话 第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第二句话不要过分 do not exceed 第一句话是认识你自己啊 大家都知道这跟知有关 第二句话就是行为啊 不要过分 你做事要有分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说这个 这个是孔子这个话 说你要克己复礼 那是哪一国人不讲克己复礼 你不讲克己复礼 你能够在社会上生存吗 别人会接受你吗 是不是 所以你把孔子回答最好的学生 最重要的概念 理解为克制欲望去实践你 这个是非常不通的 为什么我说不通 因为孔子后面接着说 子曰克己复礼为人 一日克己复礼 接着说什么 为人有己而有人不在 这才是重点 走上人生正路是要靠自己的 难道要靠别人吗 同一句话里面 前面的己不好要克 正好告诉你 克己复礼 不能理解为克制自己 克制能够 翻成白话就是 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你 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就这么一句话 人活在世界上 小时候都是被要求去守规范 长大之后呢 怎么样叫做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 具有道德价值呢 化被动为主动 我现在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你的规范 这个才是回答言源最关键的地方 整个儒家的思想 就在于我从被动变成主动 我怎么样可以主动呢 因为真诚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真诚 完全配合起来了 因为我真诚才有力量 由内而发 好 这边讲到非礼福旅啊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段讲演说明 我们接着看这一挂的初九 一些年 初九 壮于子真凶有福 下约 壮于子祈福穷也 又来了 强壮在于脚趾上 又从下往上了 浅浅会有凶祸 因为他叫你子嘛 你说初九怎么能前进呢 初九一前进的话 就正好把这个挂变成怪挂 所以他说你初九你要停下来 你如果说 这个再走就出问题了 那么我们看九二 九二征集相约 九二征集乙中也 九二为什么真诡强呢 因为他九跟二配合 羊瑶在柔味 使他的动力不要那么强 同时呢 他在中间 所以他直接说了 是因为距于中位 距于中间的位置 距中间位置的话就怎么样 就能够试得大体 知道说我在这个大状况 我九二在中间 很好啊 我就愿意这个稳住 接着我们看九三 九三 小人用壮 君子用王 真利 敌羊 触凡 雷起脚 相约 小人用壮 君子王也 王这个字呢 就是说我能否定的方式 小人仗势的是强壮 君子凭借的是蔑视 就是我蔑视这个强壮 我不要用强壮的意思 正固会有危险 公羊冲撞 樊梨卡住了羊脚 这就很生动了 这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 小人为什么有强壮呢 因为九三一路上来 底下是一个钱挂 九三往上 九二九三九四 也是个户钱啊 那九三当然是壮得不得了 又在羊瑶在岗位 他非往前不可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不顾大局啊 就成为小人了 君子就不一定 但是呢 你正固会有危险 因为你动力太强 接着这个比喻 这个象征是怎么来的 离羊出凡 因为呢 九三九十六五 是一个对挂 对挂不是羊吗 这时候羊倒是出现了 那么羊为什么出凡呢 冲撞凡梨呢 因为上面是一个正挂 正代表诸侯 诸侯在古代认为是一个天子的屏障 就是说你是诸侯 你要保护我天子 在外面围成一个篱笆 所以公羊撞上来 脚被篱笆缠住 卡住了 代表你还是不能动 所以这个谣就比较生动了 他一方面取 他本来 他有个护对 对挂是羊 而上面是一个什么 正挂 正挂是诸侯 可以保护天子的 所以把它当作屏障 当作凡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公羊脚缠住了 你动弹不得 那么到九四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九四 真吉毁亡 凡绝不雷 壮于大鱼之父 相约 凡绝不雷上王爷 这边在说什么呢 这边我们说 正固即将二老消失了 凡梨裂开 不再缠住 因为大车的车腹十分坚固 先看这个凡梨怎么裂开 因为九三九四六五是一个护对 护对是羊 而九四本身就是上面那个凡梨的那个正挂的第一个窑 我九四本身已经进入到凡梨里面了 因为我是那个正挂的第一个羊窑 所以代表说我这是羊 你可以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底下是一个护对 上面是一个正挂 然后说 大车的车腹十分坚固 九四到山挂镇 正是坤子出窑变成羊窑 犹如大车下方的横幕 九四的下一步确实是上王爷 要往上前进 因为就九四来说 他没有理由不前进 他是正挂 他底下又是护前 他要前进的话 没有人挡得住 为什么 上面是六五跟上六 他没有一个挡住他的东西 这是讲到九四 就好像说他整个每一个窑都看他的位置 这样说 那到六五怎么样 六五上阳于义无悔 上阳于义为不当也 义这个字在理解上 旁边加一个土字 代表边界 这边说在边界失去羊 没有二脑 是因为他位置不恰当 我们先看 边界失去羊 九三九四六五是一个互对 对就是羊 所以他这个在边界 边界就是指 底下四个是羊窑 上面两个是阴窑 阴阳之间的边界 就在这个地方 不过他因为他居于上挂的中间位置 又有六二正印 所以可以无悔 本来是有悔的 因为是这个 这个是底下这个一路冲上来 便是阴摇在岗位 所以这是六五 那看看这个最后 上六怎么结束 上六 敌阳出凡 不能退 不能睡 无忧力 兼则急 相约 不能退 不能睡 不详也 兼则急 旧不常也 他说 勾扬冲撞 烦你 不能退后 也不能如意 睡就是代表 你可以得心欲望之 可以得睡 睡就是我可以完成的 完成你的愿望 没有任何时宜的事 在艰难中 才会吉祥 艰难中才会吉祥 艰难中才会吉祥 有什么事不可 他为什么不能退后 上六退后的话 就是往下 就变成大壮挂往上走 上六不可能退后 顶住他了 他也不能如意 因为他指 大壮则指 希望他不要再去往前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什么任何事宜的事 就是你要稳住 后面说 不能退也不能睡 是因为没有想察处境 在艰难中才会吉祥 因为这个最后一个咬了 总是不会撑太久的 所以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两个消息挂 消息挂总共12个 已经看了不少了 从太挂土挂开始 一路下来 钱挂空挂大家是最早的 至少已经看了一半以上的 关挂 灵挂这些 灯挂 大壮挂 消息挂也看了一大半的 那么消息挂相对来说 在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它消息挂 排列的蛮整齐的 趋势也很清楚 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像 来作为参考 来让每个窑 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 来处理都还算好 三十五瓜 进瓜 那么净卦跟它的副卦明仪卦 都很有特色 净卦是火地净 火在地上光明 虽然不是说在天上 这个火天大有这些 但至少火在上面 火的本性就是往上去燃烧的 那么相对的明仪卦 就是地火明仪 那就辛苦了 火是压在地底下 那么净卦跟明仪卦 这两卦都有它的特色 它用到最多历史典故 那么净卦还好 因为这边提到的康侯 是指周公的弟弟康淑呢 还是说他也可以指安邦的诸侯 这两个都可以讲得通 但是讲安邦的诸侯比它具有普遍性 不像那个明仪卦呢 就非要讲姬子 讲文王 讲等于是在商朝末年那几位人物 在明仪卦就比较准确的可以看到 那么净卦火地经 我们一起念他的卦词 净康侯用四马 凡数 昼日三接 意思是安邦的诸侯受赏众多车马 用就是接受的意思 四马凡数 他被赏众多车马 昼日三接 一日之内获天者接见三次 那么这是这个 接着前面的大壮挂来的 我们都知道 大壮挂是指指的意思 你指停止很久了 现在又要往前进了 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 大壮挂之后要进 那么在这里呢 赏众多车马 古代诸侯来朝 天主接见色宴跟慰绕 一天之内完成 有的时候只是接见你 他不见得色宴请你吃饭了 也不见得送你一些礼物慰绕 那么这代表说 非常受到重视 那么我们就继续看 判传他会对挂词 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我们看一下 判曰 静也 明出地上 顺而立乎大明 柔静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四马凡数 昼日三接也 你看到柔静而上行 就知道说这个柔是指六五 那六五往上走 代表六五本来在哪里 六五本来在底下 跟那个九四换了位置 所以像这个你要问说这个挂怎么来的 你一看也知道 原来是观挂变成的 观挂是封地观 最高的地方两个羊窑 那么它的四跟五一变 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定挂 就是柔往上走 在那个中间的位置 所以在这里呢就比较明显 它的主要应该是六五 就是你光看这个判断就可以知道大灭的情况 那么古代人所谓的大明啊 是指这个大的光明 是指太阳而已 立乎大明 太阳就是上面的鲤挂嘛 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大地之上有太阳 就是明出地上 那么 比较值得去注意的是 一天之内三次接近 这个一天是怎么来的 三次接近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把那个山 可以说成是 底下坤挂有三窑 是一样的 这个勉强可以讲得通 那一天之内呢 就以太阳为准 因为上面是鲤挂嘛 等于是一个鲤 一个太阳就等于一天 三街 底下有三窑 是阴窑 可以这样来取向 那么我们看他的大象怎么说 象曰 明出地上 见君子以至昭明德 至昭明德四个字 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 在大学里面开头 大学知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之三 明明的三个字 就引起太多讨论了 很多人说这个明明德三个字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明当然是动词嘛 我要使它展现光明 出来 第二个明是跟明德合在一起啊 代表我已经有明德了 那请问既然已经有明德了 为什么还要使它明呢 代表这个明德不太明吗 或者明德被遮蔽了 这问题一直在讨论之中 我们如果知道大学这个书啊 本来只是礼记里面的一篇 大学中央都从礼记挑出来 挑出来 之后到宋朝学的手上编程四书 它的地位就无限提高了 跟罗宇宇孟子并驾齐驱 它原来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吗 那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在礼记里面也有礼运大同编了 你怎么没选这个呢 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 选贤于能 那真是人类政治最高的理想了 那么中庸的话呢 确实是很特别的一边 天明之畏信 率心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这一说出来之后 这文章不但做得好 并在里面的这个思想脉络呢 跟孟子可以这个连贯下来 比如说孟子里面说 成者天之道也 思成者人之道也 它用三个字叫思成者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管成者天之道也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意思就简单说起来 就是说 天代表整个宇宙大自然 它的运行法则就是一个版本 我们有时候讲版本呢 好像是比较受到西方概念的影响 就是一个版本 你没有别的版本啊 春夏秋冬嘛 就一个规则 那么这叫做成者天之道也 它怎么看都是一个样子 可以预测的 但是人就不一样了 孟子说 思成者 思是思想的思 就是 我自己要想去做到真诚 那才是人之道 所以孟子的时候就会提到说 想要让自己真诚 那就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 这代表什么 代表人类是唯一的 可能不真诚的生物啊 人类之外的生物呢 它没有不真诚的问题啊 猫就是猫 狗就是狗 它不可能说互相模仿学习 动物如果可以互相学习的话 我们人类不是它的对手啊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这个动物里面 这个一只狮子 学习的像马一样跑那么快 又学习的像老鹰一样 可以看很远 又学习像猴子一样可以爬树 那我们人类还有什么余地可以活呢 是吧 所以动物世界它没有那个本事 超出本能 所以人就有真不真诚的问题 那么在周永里面就讲了 前半句一样 周永里面提到 成者天之道远 成知者人之道远 就语言的使用来说的话呢 成知者比私承者要更进一步 因为它是本身加一个知 就代表说 我这个词用得更精练 把你前面那个所说的 比如我现在说 孟子说 私承者 做你在私 人之道 就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 是你自己要下决心 做到成 最后里面就直接说 成知者人之道 这个成知者一出来的话 就是让自己真诚 它这个语言的简练 省了一个私这个字 直接成知者 那这个在语言使用上 当然是 这在后 这在先嘛 所以你有时候 提到说 只私做中庸 如果真的做的话 恐怕那个版本 和我们今天念的不完全一样 因为孟子确实是 只私的学生的学生 等于是 只私的徒孙 这是孟子 所以孟子在辈分上 有点吃亏 为什么吃亏呢 因为只私是孔子的孙子 我们要知道 孔子的学生里面 有一批 比孔子小了四十几岁 而只私的年纪 比孔子呢 也就 小四十几岁 因为孔子的儿子 比孔子早四 两三年 就是伯渝过世 伯渝过世的时候 按照古人的习惯 二十岁结婚 只私几岁呢 只私大概也快成年了 因为伯渝过世的时候 五十出头嘛 那他儿子只私 应该是二十几岁了 这二十几岁 比起孔子来 正好就是 他晚期几个弟子 像真生小孔子四十六岁 子章小孔子四十八岁 跟孔子的孙子 大概是年龄 差不多的 所以子私是孔子的孙子 等于是比孔子的 直接教的学生 晚了一倍 那子私的学生 的学生是孟子 等于是从孔子到子私 孔子是第一代 孔子是第五代 那他吃什么亏呢 孟子同时有一个人叫吴启 吴启是了不起的将军 各位知道他训练军队 出国两国都当过大将军 那么吴启是谁的学生呢 子下的学生 先是子下 那子下是孔子 直接教的学生 所以变成是吴启的辈分 比子私 明明是大家同时的 他辈分比子私高了 高了两倍 所以这就是以前 我们现在讲 有时候那你不能这样算 最近还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他最近才发现 一个亲戚到台湾去 后来见面之后吃亏了 因为他的祖父的弟弟 就是孙祖到台湾去 结果有一个小朋友 他要教他孙祖 他怎么样都不教 好绝不教他 因为他辈分比他 低了一个辈分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是 提到什么 子私到底没有做中庸呢 孟子书里面 没有任何一句话 用到中庸的东西 如果子私真的是 写了中庸 孟子是他的徒孙 孟子没有理由不用的 孟子用了很多论语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论语没有记得孔子的话 由真身传起来的话 所以这里很多地方 他也提到几段子私的故事了 但是没有提到他的什么思想内容 所以我们有时候谈这个学问的时候 谈到儒家 没有必要把这个大学啊 看得好像是过于重要 他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能够最后让你止于至善 让你知道说人生下来不是至善的哦 所以你要大学者 大人之学业 你到一个阶段 学了大学之后就怎么样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他是三纲八目讲的很好 格物自知诚意真心 后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前面格物自知诚意真心 怎么去分析呢 至少两大派完全不同 截然不同的 一派朱熙 一派王阳明 你这个到底谁对呢 有可能都错 但不可能都对 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到宋朝明朝 他们来决定我们怎么念 这是一个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像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的问题 至朝明德 他就不讲明明德 但是你既然说明德 代表你这个德本来是有某种条件的 要不然不会称明德 至朝代表我自己彰显光明的德行 那代表这个德行 可以彰显可以不彰显 我既然可以至朝 我也可以自己不朝 不去把它彰显出来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问了 他讲一句话 我们就要问背后的预设是什么 所以这边就多说几段 明德是天生固有的 还是后天培育的 若是天生固有 何以会受到人欲蒙蔽 以致需要自招 人欲难道不属于人性吗 但是若是后天培育 这如何判断其为明德 因为一讲后天的话 就看似谁定的标准 就跟禅宗一样 禅宗的传承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谁能判断你是否已经是觉悟了 对不对 这有时候很难判断 你一代代传 像六祖慧能 师父认为他觉悟了 赶快逃 为什么 佛门里面也有派别 你如果不逃的话 神秀这一帮人 他不会放过你 那请问 神秀不是也出家人 干嘛不放过别人呢 那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任何一个团体里面 一个人上来 神秀一上来 他师兄弟 一票人整个上来 这跟外面的政治 有它类似的地方 那慧能一个人 这个是文盲 这个是挑水打财的 那忽然悟到的是 师父就是刚好 脚赶快逃 到后面就 禅宗分为两宗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 那到底谁知道 谁悟到呢 那慧能这一悟到之后 是偶尔 虾猫撞到死耗子 蒙上的 那这个都是很难判断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 像这种地方 就是儒家里面 一个重要的关键 其实我觉得儒家 所谓的争论 就是在于 没有分辨清楚 人性是一种本质 还是一种动力 就没分辨清楚 这个问题 你把人性理解为本质的话 它变成固定的 它变成一种静态的 那这很麻烦 你把人性看成动力的话 它就变成是 只有真诚才能引发 这种动力 换句话说 既然你讲真诚嘛 那你可以不真诚 当你不真诚的时候呢 就没有动力的问题 你表面上是一个人 事实上呢 你不见得是 儒家所谓的一个 真正的人 因为你不真诚 所以孟子很喜欢 就说 无测影之心 非人眼 无虚之心 非人眼 无辞让之心 非人眼 无是非之心 非人眼 所以孟子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舌头怎么没有闪到 骂别人不是人 他怎么舌头没有闪到呢 他说他的理由啊 因为你不真诚啊 你不真诚的话 你的四种心啊 就不发生作用 那等于是 你不是一个人嘛 对不对 那如果好 你今天做一件事 他说你这样非人眼 你听了之后 如果很生气的话 孟子马上改口 说你生气的时候 恭喜你 你又变成人了 因为你知道羞悟 还知道生气 如果被孟子骂非人 你心里笑点 毫不在乎 那就真的是非人了 反正你骂我非人 我也不在乎 那就真的是 无可救药 你只要在乎 就有希望 这是儒家的教育方法 所以孟子会说 我不屑于教的 我已经是教了他的 就是不屑于教 一个人也是一个方法 作为这个教育的方法 好 那么在这里提了 很多这样的观念 是值得思考 很难有什么定论 我们看他的六谣 第一个初六 初六 进入催如 真吉 往福 欲无咎 像月 进入催如 独行正也 欲无咎 未受命也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真吉 进化算不错的 你如果数的话 有三个谣出现吉这个字 第一个初六就出现 说他进产的样子 拥挤的样子 正故吉强 未受信任 宽裕 没有灾难 这边宽裕 接着没有灾难 其实你要讲清楚 应该加一个字叫做 则 宽裕就没有灾难 就是在理解上 那么进产的样子 拥挤的样子 是因为独自走在正路上 宽裕而没有灾难 是因为尚未接受任命 初六在全化最底部 在进化中 自然力求进展 又在进挂 我当然是往上进 那有点拥挤的情况 着急得很 要往上走 变成他跟九四正印 但是你前面两个阴谣 六二六三都是阴谣 加上九四跟六二六三配合起来 是一个更挂 挡住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跟初六说 你不要着急 真才会急 你正故你才会急 那这个时候说他本来就应该往上走 叫做独行正也 别人可以稳住 像六二六三跟九四 他是一个更挂 他不动 因为他更挂让他停止 但是初六跟九四正印 他是要往上走 正好配合这个进挂 要往上走 是要做独行正也 他的吉祥是跟这个有关 往佛是说他没有说他信任 你位阶太低啊 你在上位的看到初六 还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那么九四没有办法照顾初六是为什么 这边就讲到挂的变化 九四是由光挂的九五下来的 把自己的位置给了原先的六四 所以无法顾及初六 一级初六未受命远 从这样来理解 就是你看挂的变化这时候就出现作用了 你如果不说这是从光挂变来的话 你说那九四为什么不照顾初六呢 既然要进嘛 九四拉一把初六马上上去了 但是呢 九四他原来挂怎么变来的 他现在要去设法支持六五 因为我原来是九五啊 我把位置让给六四啊 所以我顾不到 从这边来看 那么看六二 我们一起念 六二 在这里提到进展的样子 又忧愁的样子 为什么进展的时候会忧愁呢 就因为他在护更里面 六二六三九四 一方面他要进展 又是进挂 另一方面呢 他本身又形成护更 让他这个有三挡住 进展之心不强 并且不但如此 六二上面还有一个护砍 六三九四六五是护砍 砍是加优 所以这个仇又很明显的 受之戒福 是说他所受到一个照顾呢 非常好 戒就是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问呢 在六二呢 等于是他前面的挂词所说的 说到这个王母 王母可以指六五 也可以指他的祖母来说的 讲祖母的话就是康侯 这等于是讲历史故事 康侯回到朝廷 受到祖母的封赏 他的祖母啊 就是周文王的母亲 因为周文王有很多儿子 我们说文王有白子 这当然太夸张了 但是有名的像周五王 是革命成功的 周公是周五王的弟弟 还有很多管赎赎赎 后来就是去管这个商朝的后裔啊 跟着这个吴庚一起作乱 所以周公才要平定管赎赎赎 造成兄弟相残啊 那么康淑呢 他后代封在魏国 所以公子就说 鲁魏之政兄弟也 就这样来的 鲁国是这个周公的后代 魏国是康淑的后代 周公跟康淑感情最好 他们两兄弟感情最好 一个封在魏一个封在魏 所以他说鲁魏之政兄弟也 跟这个有关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六二啊 本身的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六三一些年 六三众云会王 向曰 众云之志上贤也 六三在这个地方呢 众人答应追随 对傲恼消失 那么这个心意呢 是要往上前进 就是禁挂嘛 那么六三在昆 昆是重 六三居于昆的最高的位置 所以得到别人的赞成 就是初六跟六二啊 都赞成六三 并且六三 九四六五 构成一个 砍挂 护砍 构成护砍 所以十六三呢 有他的懊恼 这懊恼没关系 因为我有三个人合作嘛 从底下构成 有昆挂 昆代表 众人 大家都支持我 要往上走 那么这一挂肯定柔静而上行 一方面讲的是六五 一方面也包括所有的柔谣 阴谣都要往上走 所以这边没有问题 比较有趣的是九四这个谣 我们请念 九四尽如实属 真利 向曰 实属真利 未不当远 实属啊 这个象呢 比较特别 有人这样说 以羊来居阴 它所象真的是属 代表属比较贪 这是一种解释 我是羊瑶 我在一个柔的位置 就像老鼠一样 藏在一个 不是它的地方 老鼠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人看以来都不对的 观仓鼠 大得很 这个是大老鼠藏在我们的公家的这个仓库里面 这个吃我们的这个官娘 那么老鼠的特色就是贪 另外一个呢是说 阴瑶如果在羊的位置可以用狐狸 狐 所以说在解卦里面 第四十话 解卦 老鼠是代表贪 狐狸代表怀疑 我们常说狐狸 令人狐狸 这是变成一个词了 狐狸是很激进的 到什么地方都会想看有没有陷阱 因为它已经成长的经验 使它变成非常的聪明 它能够保存 就因为它善于怀 因为狐狸本身的能力很有限 我们都知道狐家虎威的故事 对不对 你狐狸靠自己谁离你 那一只老鼠在后面 它就说你看我多厉害 老鼠就上当了 老鼠看起来是能力很强的 但是不见得用那么多脑筋 那狐狸能力弱就都用脑筋 这都是各种生存的方式 那么这边说它的进展像什么 石鼠 它后来说这就是一种雾鼠 雾鼠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在说文里面称为五纪鼠 这种老鼠你看 能飞不能过屋 能圆不能穷木 它可以爬树 无法爬到树顶 能温不能镀骨 能穴不能延伸 能走不能先人 这种老鼠实在是太惨了 它可以挖个洞藏起来 但是屁股落外面 它可以走 它走得没有人那么快 马上被逮 为什么那么麻烦呢 我们看 九是以羊羊居柔位置不正 又在护根护坎之中 那太麻烦了 护根使得九是不能动 因为它是指 护坎呢 使得它怎么样呢 有忧悔 有危险啊 使它有懊恼 这一来的话呢 底下有三个柔窑往上进逼 所以它想走也无路可走 所以这边提到九是的情况特别 在静挂里面 每个窑啊 几乎都是不错的 你如果整个看过来啊 每个窑几乎都不错 有三个急 只有九是不好 就有一点说 别人都在往上进啊 都在努力上进 那只有九是有点尴尬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像造成的 好我们看六五 六五应该是主要了 这些年 六五毁亡 失德勿絮 妄疾 无不利 向悦 失德勿絮 妄有亲也 懊恼消失了 失德 这代表损失跟获得 都不用顾虑 所以失德勿絮啊 就是你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因为光挂变成静挂的时候呢 六四成为六五 六四原来在互训里面 六四九五上九 训是近历史三倍 所以你把它还原哦 到光挂 我们就还是画出来比较明显 封地观 这个窑 这个窑上去呢 就变成是火地镜 底下是一样的 这边就换了 就这两个位置换了 这两个位置换了 换了 不要忘记啊 这个窑现在是六五 它在六四的时候 是一个迅挂 迅挂是近历史三倍 有利可图啊 一换了之后 我的利不见了 但是没关系啊 你得到好的位置啊 所以叫做失德勿絮 你就不用担心 你失去了一个迅 近历史三倍 你得到一个六五 应该是中间的一个好位置啊 那么往急五不立 往急就是说 你这个六五往前走是好的 因为原来是六四嘛 在观挂六四 你现在到了六五 所以说要急五不立 所以这边一直强调 它是往前走是很好的 因为它一往前走 才形成这个近卦 那么最后我们看它进化怎么结束 上九 尽其脚 我用发意 立即 不救 这令 相约 我用发意 道位光也 既然到了头上的脚 这等于是一个很明显啊 用在最高的窑 才能成为头上还有脚 因为比头更高的就是脚 人当然头上不会有脚了 但它可以说 有了很多动物啊 头上有脚 这等于是到 既然讲近嘛 讲近的时候就双重象征了 一方面往上近 尽到最高 尽到最高还在往上 就变成脚了 那可以用来蒸发蜀国 为什么提到蒸发呢 再说一次 因为它是黎光 黎光往往就跟战争有关 我们到现在还说战火 打仗的时候 戈兵啊 甲咒啊 放火烧啊 这些啊 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危险 吉祥而没有灾难 正过会有困难 当然会有困难 因为这个是叫你往前走的嘛 你怎么可能一直正过下去呢 好 那后面就提到这个 你可以用来安定内部 法义这边也提醒你要制造民德 水水利而及 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想 我要去蒸发别人 纠正别人 你应该知道 近卦要求你制造民德 我自己把我的德行啊 修好表现出来 这才是光明在大地上真的用意 否则你这个光辉灿烂的一些勋章啊 或是成就了摆在前面 那你德行不够 他毕竟不够理想 那么这是静华 借这个名义卦就很有特色了 为什么 因为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啊 有位大学者 叫做黄中熙 黄中熙是有名的学者 他写的宋元学案啊 米路学案这些 他的一本书啊 叫做《明夷待访路》 就用这个挂的名字 就说这个世界在明朝末年啊 已经是明夷的象征了 因为明朝快结束了 天下大乱了 这个光明被压制在大地底下 一片漆黑 所以他会写着明夷 就是等待我们去了解 他里面就分析了 中国历代政治的发展 就说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 最大的问题在于 一个人叫做黄帝 他这个批判性很强啊 各位想想看 《明朝末年》这个书出来 把那个黄帝 好好地给仔细地检讨 跟着什么批判了一顿 如果顺着那个思想 翻展下去的话 也有可能在 将来在明朝末年以后 出现民主的思想 也有可能的 对不对 他说两千多年 中国政治就是一个人害的 就是一个叫黄帝的人 那黄帝这个人 只顾自己一家人 把老百姓都搜刮 各种这个金银珠宝钱财 用来养自己一家人 他这个坏头 中国历史上 说实在这样讲法 我们有时候 截止战争也没用 你也不能对历史下去翻案 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事实 所以黄东西有他这样的建议 他就用这个挂的名称 来作为这个名字 书名 好 我们现在看名义挂的挂词 一起念 名义立兼真 名义挂是一个在艰难中正故 那么这边旭挂就说了 他说你往前进吗 进必有所伤 或受之以名义 以惹伤也 前进一定会有所损伤 有些伤害 这倒是可以了解的 那么杂话就说了 名义诸也 是要诛灭光明 使他熄灭 因为上面是地嘛 底下是火 火被压制了 甚至被消灭了 那么陈宜怎么说呢 陈宜是解释 义里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经常谈到义里 我们就把陈宜的 他的这个所做的解释来说明 但他的解释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完全不看挂象 或是摇的一个什么来源 这些都不谈 他也不谈说为什么出现老鼠了 为什么出现什么羊了 这些 他只看义里 所以有很多地方 一看他又重复了 因为六四观有三百八四摇 你不可能有这么多道理去讲 到最后往往是类似的地方 他就用类似的观念来说 你看的时候说 还不是这一套 变成义里是讲到最后呢 太过于单调了 他这边说的不错 他说 敬则明胜之挂 明君在上 前面那个敬挂 我在地上 寻邪并进之时也 明宜呢 昏暗之挂 暗君在上 明者见伤之时也 见伤就是被伤害了 所以他用这个话来说 好 我们看他的判断 判约 明入地中 明宜 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已知 利监真 惠其名也 内难而能正其志 机子已知 直接把文王机子 两个人摆出来 文王机子 其实这些都是亲戚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商庄王的爸爸 把他的妹妹 嫁给周恩王的爸爸 看到没有 商庄王的爸爸 把他的妹妹 嫁给周恩王的爸爸 他们之间是一种表亲关系啊 虽然不是直接生的啊 直接生的话那更亲了 因为古代的诸侯啊 可以娶比较多人嘛 他早就已经有很多孩子了 再加一个 等于是结亲 以这种方式 等于政治婚姻啊 我是天子 我把我女儿嫁给大诸侯 那就变成 把你当成我的妹夫了 对不对 大家亲戚了 那亲戚归亲戚 到最后还是要打仗啊 是不是 因为这个商庄 跟周恩王之亲戚 照样把周恩王关了七年啊 我们今天才有这书可以念啊 所以周恩王放回来之后 身体也搞坏了 没几年就过世了 所以周恩王才起来革命啊 奉他父亲的牌位啊 弄个牧主 弄个牌位 父亲的什么牌位 然后去 去什么 讨伐商庄 那天下人都受商庄迫害 很久了 才起来呼应 那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历史 就是探传里面 把它放在里面了 我们看 光明陷于大地之下 这就是民意挂 内心闻名而外表柔顺 以此承受大的灾难 周恩王是这样做的 看到没有 周恩王就是 内心闻名外表柔顺 这不是正好就是民意挂吗 内心闻名 底下是一个黎瓜 光明 外表柔顺 上面是一个 坤瓜 完全柔顺 因为你是天子 我是诸侯 我听你的 接着 事宜在艰难中正固 是要掩晦自己的光明 面临内部的患难 而能端正自己的自解 基子是这样做的 基子是谁 他是商庄的叔叔 他是很委屈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是商庄另外一边的话 我可以起来革命 但是偏偏我有这个侄儿 当了天子 我们这个商朝怎么办呢 这基子很苦 苦得不得了 所以这边就特别讲 民意挂就想到基子 你看 我们在这个解读第三段 看一下基子 基子是商庄王的属父 看见国内这种大乱 如何自处呢 在《史记》里面就提到 基子拒乃洋狂为奴 走又求之 基子害怕 他怎么办 假装发疯 假装发疯之后呢 商庄王还是不放过他 就把他关起来了 所以在《论语》里面呢 你看为子边 孔子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人呢 有三个人 就是商庄直接迫害的 第一个 为子去之 基子为之奴 彼竿见而死 子曰 应有三人焉 孔子说 商朝最后呢 有三个人合乎行人的要求 孔子很少称赞别人合乎行人的要求 而为子 为子是谁呢 为子说实在更可怜 为子是商庄的亲哥哥 这古代的制度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就是商庄王的爸爸跟妈妈 先生了为子他的哥哥 后来才生了商庄 那为什么商庄接了这个天子为子呢 因为妈妈在生为子的时候 还不是王后 生了为子以后才生到王后的为子 被奉为王后 奉为王后之后才生了商庄 谁 这有什么办法 你说 其实同样的父母亲 先生了还比较没有什么机会了 因为第一次生的时候 妈妈只是妃 还不是后 生了弟弟的时候 妈妈是后 所以弟弟就接王位了 这实在是很可惜 但是商庄生下来也不是那么坏的 商庄小时候聪明过人 力大无比 这是这个资料上可以看到的 后来变坏了 因为权力使人浮华 后面就提到类似的故事 好 我们就看一下 相干怎么说 相曰 民入地中 民以君子以利众 用慧而明 用慧而明四个字 可以参考 君子有此领悟 在治理众人时 要隐慧民智 而使一切明白成现 一个人当老板 如果太聪明 底下人就给你隐瞒 一个人当老板 如果不要表示聪明 那底下的人呢 他就自己显示出来 他的阴谋诡计 通通显示出来 就是用慧而明 这是一种 很高明的策略 老板太精明了 底下人就这个 我就给你躲躲藏藏的 让你发现不了 有本事你来抓吧 老板如果说 不要表现聪明 底下的人呢 什么阴谋诡计 通通看得很清楚 这是这边所说的 叫用慧而明 好 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 初九 一起念 初九 民于于飞 垂其意 君子于行 三日不识 有忧往 主人有言 相悦 君子于行 亦不识也 这是民音卦 在昏暗中去飞墙 垂下翅膀 君子要出行 三天不识东西 有所前往 主人 说出责怪的话 君子要出行 理当不识东西 那么初九呢 有动向 他本身初九嘛 洋洋洋在岗位 进入民音卦 一片漆黑 他想要迅速离开 所以说于飞 那么 但是迫于时势呢 垂其意 把翅膀垂下来 希望低调保命 从这边可以知道 民音卦是什么卦变了 小过卦变了 来了 这特别的就在这里 小过卦变成民音卦 为什么需要小过卦呢 在这个地方 提到这个翅膀垂下来 是一个关键 小过卦有飞鸟之下 这跟它民音鱼飞 都有关系 这是小过卦 这个地方是要让你知道 这个初九是从四下来的 初九从四下来 那你把它还原 初九变成九四 就这个民音卦 就这个民音卦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麻烦 说变成小过卦变来呢 小过卦你看 看到了 小过亨利争 可巧是不可大事 飞鸟鱼之鹰 来了 就是飞鸟鱼之鹰 这句话呢 就代表你在看探转 有飞鸟之相言 看到没有 你看小过卦的探转 就直接说有飞鸟之相言 为什么有飞鸟之相 你看小过卦 中间两个羊鸟是身体 上下两个鹰鸟是翅膀 就好像你横着看的时候呢 鸟在飞 所以就小过卦有飞鸟之相 所以你如果从小过卦 九四下来变成初九 构成地火名移 那么这一来的话 飞鸟有着落了 并且你这个从上面下来 我本来是飞鸟的 我现在到底下来 并且呢 垂起左翼 就是左边的翅膀垂下来 也代表鸟才有翅膀 才能那么直接生动 好 我们再看 那么三天没吃东西 我们看这个三日 从四到初是经过三个位置 这也是一个证据啊 对不对 初九从九四下来嘛 因为他是小过卦的九四下来 经过三个位置 所以他三天没吃东西 那为什么说他是不吃东西呢 小过卦的九四在户队里面 可不可以看这边 小过卦九四是户队 九三九四六五是户队 一下来之后呢 口相消失 这段没多一次的 对是月 月相回去 主人不月 六五不高兴 有言 这都跟这个小过卦有密切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讲卦的变化到现在为止最复杂的一个 但是你不这样解的话 你很多地方根本都没办法去做个交代 那么我有一次在广东也是中国移动另外一个单位呢 给他们讲衣经 讲完毕之后就请让他们练习张卦 他们有四十位左右这个 他们的领导层有四十个人 就有一个人就站到这个窑 他问我怎么解释 我说你又要问什么问题 他说我问一个亲戚的身体 我一看我就说 垂直翼你的亲戚生病了 三日不时 他的病跟吃东西有关 他听的脸色变了 他亲戚什么问题呢 食到癌 就是直接就验证 他就拿五十根愁着开始算 替他亲戚身体 就粘到这个窑 有时候就这么巧 三日不时嘛 当然是跟吃东西有关 食到癌 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看易经 有时候我在教易经的时候呢 偶尔让很多朋友们 从一个粘卦方法 粘出来都是类似的情况 好像正好 当然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问题 像他亲戚如果也没生病 就说我看他身体怎么样 那有时候就不太明确 那目前情况并没有什么问题嘛 那问题严重的时候呢 那就直接就出现了 好我们看六二 六二明宜 宜于左骨 用者马壮即下约 六二之即遂女则也 六二在昏暗中 伤到左骨 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即强 站到这一摇的时候 你想也知道 是左边的大腿受伤 就是脚受伤 那么拯救的马强壮是为什么呢 因为六二九三六四 是一个护砍 这个砍是一个 是一个美极马 可以把你救走 那六二在户序里面凶为骨 所以骨受伤 六二九三 还是回到小国光 六二你看 这个护训吗 对不对 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迷遗瓜 地火迷遗 它是从这里变成这里 这里变成这里 那么你再一变的时候 你看在六二来说 我本来是护训啊 护训是骨啊 你变了之后呢 到这边来 六二骨不见了 代表什么受伤了 因为整个明义瓜是什么瓜 光明受到伤害 就是要伤害 所以前面的问题了 垂起左翼 这边是 这个异于左骨 这些都出现了 那么最后还吉祥 就是还好 在这是很难得 接着我们看九三 九三名语于难受 得其大手 不可及 真 想曰难受之志 乃大得也 九三在昏暗中 去南方狩猎 获得大手领 不可过于急切 要整顾 去南方狩猎的心意呢 是要大有收获 那么也有人说 这个南方 是去南方狩猎 又在西边呢 这个周朝本来在西边 往南去 可以去讨伐 从陕西过来 双智王在河南这一带 所以看地理位置 他是往南方去狩猎 狩猎就跟战争一样 那么九三是 摇摇去岗位 又在下挂中位 既有下挂最终的位置 既有动向 又新成光明 又底下是一个梨挂 所以可以付出行动 他在下挂梨仪里面 梨是南方 而明义挂中 有小的师挂 六二往上到上流 是小的师挂 师挂有战争之意 果仁所谓的狩猎 仙子战争而已 所以说难受 周五王在蒙经 与诸侯会合 最后革命成功 地理位置而言 上周王在河南 周五王从陕西过来 也符合南寿的这个说法 德西大守 守所指的是上六 因为九三跟上流正阴 在这个名义挂里面呢 他这个正面的话代表 他可以这个直接对付他 为什么直接对付他 因为九三上去 没有任何阻碍 你看到地火名义 九三往上走 六四六五 都是阴阳 可以直接攻到这个上流 从这边来看 好到六四 我们请念 六四 入于左腹 或名誉之心 于出门庭 向约 入于左腹 或心意也 一般来说 把这个谣 说是描写 为子 为子是上座的哥哥 为子后来离开了 逃离了 为子就因为逃离了之后呢 才得以保命 保命之后呢 他回来的后代 封在宋国 所以孔子是 宋国人的后代 所以孔子为什么 常常觉得自己是 商朝人的后裔呢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商朝被 周朝取代之后呢 他的后代呢 就封在 就是为子的后代 等于商朝后代 封在宋国 孔子的老祖先啊 是宋国 国君的一个儿子 但是呢 后来宫廷内乱 他的这个祖先呢 不愿意这个 当国君 就让他地理去当 你不当国君 可以 但是你只能传武士 叫做武士清静 别为公主 传了武士清静 就是你这个 王室的血统就停了 另外一个 分出去成为公主 分出去的时候 正好分到谁呢 这个人叫做孔富家 孔子为什么姓孔 就因为孔富家嘛 他的第五代 别出来之后 又多姓孔 那么这边讲的是 为止 进入到左腹部 得知昏远者的心思 往外走出门庭 六四 为什么进入到左腹部 六四啊 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跟初九换位置的 六四本来是初六 六四现在 从初六上去 进入左腹部 左右你自己去衡量吧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 看你看哪个位置 你往那边看是左那边看是右 反正他就是 进入到宫廷 因为他本身是 为止是 上纣的哥哥嘛 他知道很多内部的情况 发现了上纣是太坏了 那怎么办呢 往外走出门庭 他就要逃走了 这就是为止去制 离开的这个王朝 到六五的时候呢 就出现机子了 直接出现机子 我们去念 六五 机子之民以立正 下约 机子之争 民不可惜也 像机子那样处于昏暗中 是一阵故 是因为光明不可以熄灭 所以六五就只要讲机子了 说到机子的故事啊 我们在解读里面呢 第二点 特别说的详细一点 请大家再继续看 这是出在时期宋世家 因为宋国 我刚刚讲过 是商朝的后代 风在宋 所以宋世家里面也谈到 他说机子者走亲戚 他直接说亲戚啊 实际上是他的叔叔这一辈 走死为相柱 相柱就是象牙筷子 相柱小时候呢 有人送他象牙筷子 结果机子就叹齐了 辟为相柱 必为玉碑 为碑 则必思远方 珍怪之物而玉之仪 与玉碑公司之箭 致辞使不可正义 你看 这见为之助 他看到一个年轻的领导 喜欢象牙筷子 就是这样知道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要收集天下的奇珍 这个宝贝啊 或是各种特别的东西啊 立刻就有人来拍马屁了 到处收集好东西给你玩 那你这一来的话 你就每天就沉迷在这里享受 他说 有人跟他讲啊 这个 座位淫义 姬子见不听 看到没有 他劝这个相柱 不要过这种生活 他不听 别人跟他讲说 可以去 你可以离开的 相柱的哥哥已经离开他的 你这座叔叔也可以离开的 不要劝他的 姬子怎么说 为人臣 见不听而去 是将军之恶 而自悦于名 无不忍为也 这是儒家的观念 就是我作为一个大臣 如果公开就离开的话呢 天下人就知道 只有国军太差了 所以这个好的大臣就离开了 他不忍心这样做 就批法洋狂而为奴 遂隐而苟情以自卑 故传之约 姬子操 操就是演奏音乐 叫做操 那么姬子后来到那里去了 很可惜啊 他逃到朝鲜半岛 所以韩国人现在最得意的是 就是我们在朝鲜半岛 有姬子墓跟姬子庙 当然在今天北韩的地方 姬子的坟墓跟姬子的庙 韩国人很得意啊 认为说 儒家是我们姬子发明的 这姬子都是韩国人的 都被韩国人拿去了 他们甚至还写认为说 孔子也是韩国人 为什么 他说姬子留下了一些遗书 希望后代有人可以回归 他的祖国 他说孔子就是那个后代 所以孔子小时候 生平资料很模糊 甚至连父母亲 这种关系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 因为他在朝鲜半岛长大 他是韩国人 他长大之后就回归这个 这个人是祖国 那这个韩国学者 这种写法 我们看了之后 也觉得很同情 因为孔子对他们来说 太伟大了 你真的把孔子变韩国人 那韩国举国欢庆了 那真是 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祖先 这种想法都太狭隘了 对不对 你一定要说他是哪一国人 这个其实在古代 并没有分不清楚 古代哪里是韩国呢 古代朝鲜半岛 也是我们的版图之一 凡属国 虽然这些都是 跟孔子有关的故事 确实在韩国有孔子墓 这是这个可以去查证的 好 到最后看这个怎么结束呢 我们一起念 上六不明 会 出尊于天 后路于地 下个月 出尊于天 照射国也 后路于地 失则也 那么上六要负责任了 因为孔子在这个 这个是六五 他也是受委屈的 上六往往就指 商咒这个人 你看 他没有任何光明 一片晦暗 起初升到天上 后来陷入地下 陷入地下 当然是上面的 昆卦要负责 对不对 你把光明压在底下 那最高的这个是 六五 他不能算国军 这时候还是一个 国军的叔叔 放在六五 他受委屈的 上六反而变成 商咒这样的人 连约在天上的 结果呢 他反而变成地底下 最光明的变成最黑暗 那还有更可怕的情况呢 所以这是历史故事 用了很多 是这个特色 所以我们这一节 就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